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日前发出报告称 预计2025年全球晶圆厂设备支出将同比增长2%达到1100亿美元 预计2026年全球晶圆厂设备支出有望同比大幅增长18%达到1300亿美元 SEMI认为随着人工智慧AI需求不断增长 推动了资料中心的持续扩张以及边缘设备对于AI的部署 提升了对于云端及边缘AI晶片和记忆体晶片的需求 带动了晶圆厂设备支出增长 SEMI指出 罗技晶片领域是晶圆厂设备支出成长的关键驱动力 主要投资2奈米制程和背面供电等先进技术 预期2025年 罗技晶片领域的设备支出将达520亿美元 同比增长11% 2026年 有望再增长14% 达590亿美元 在记忆体晶片方面 SEMI预计 2025年晶圆厂设备支出将达320亿美元 同比增长2% 2026年将大幅增长27% 其中 DRAM晶片领域 2025年晶圆厂设备支出将同比减少6%至210亿美元 2026年 将同比大幅增长19%至250亿美元 NAND FLASH晶片领域 2025年晶圆厂设备支出将大幅增长54% 达100亿美元 2026年 再度大幅增长47% 达到约150亿美元 从各主要地区表现来看 SEMI预计 中国2025年晶圆厂设备支出将达约380亿美元 同比下滑24% 2026年 将继续同比减少5%至360亿美元 不过仍将高居全球第一 韩国2025年晶圆厂设备投资将同比增长29% 达215亿美元 2026年 有望在同比增长26% 达270亿美元 居全球第二 台湾2025年晶圆厂设备投资约210亿美元 2026年 将同比增长167%至约245亿美元 居全球第三 SEMI表示 近两年将有约50座晶圆厂上线生产 2025年和2026年需要加强劳动力计划 为新晶圆厂提供熟练的人力 并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尽管川普政府对于台积电承诺 在美国追加1000亿美元投资非常满意 并认为这是将先进半导体制造带回美国的重要一步 但英特尔前执行长帕特基辛格 Pat Gelsinger 近日却表示 这对帮助美国恢复全球晶片制造领导地位的作用 微乎其微 基辛格强调 如果研发不在美国 美国就不可能在半导体领域取得领导地位 他指出 台积电的核心研发工作 包括下一代电晶体技术的设计 都将继续留在台湾 并未宣布任何迁移计划 台积电方面也证实 在美国的研发中心仅限于已量产的制程技术产现改良 基辛格去年底宣布退休离职 被认为是其IDM2.0战略遭到了董事会的否定 虽然他不愿详谈是否与董事会因策略失和 但承认五年计划未完成前就已失去了董事会的信任 他现在以西谷创投 Taground Global合伙人的新身份 专注量子运算 新兴晶芯片技术等领域的投资 基辛格承认 川普政府的关税威胁 确实为台积电等厂商 将产线设与美国提供了略有注意的诱因 这也反映了外界对英特尔 能否重夺制造优势的疑虑 尽管美国在尖端制成落后 基辛格认为 美国在许多决定未来 AI领导地位的先进技术上 仍具全球优势 他并不认为像中国Deepseek这样的公司 构成核心威胁 称其仅是不错的工程 但缺乏重大的技术创新突破 展望未来 基辛格从创投角度关注 能推动下一代技术的新创 如Playground投资的X-Lite先进激光 Cyquantum大型量子电脑 和挑战挥达的AI推理晶片DMatrix 他也坦承在英特尔任内 未能缩小与挥达在AI晶片上的差距 并强调当前AI的成本过高 必须大幅降低推理成本 才能真正突击应用 这暗示着仅有制造投资是不够的 技术创新与成本效益 才是未来竞争的关键 另外 据EE News Europe报道 英特尔今年的众人 是在晚些时候 在其位于爱尔兰·莱克斯利普的 Fib 34辆产 Intel 3工艺晶片 据了解 Intel 3是该公司的第二个EUV曝光节点 自认为等效业界3nm晶片 每瓦效能比Intel 4提高了18% 英特尔公司在其年度报告中表示 该工艺可以提供给代工客户 并于2024年在俄勒冈州进行大批量制造 到2025年 大批量制造将转移到爱尔兰的莱克斯利普工厂 这是在加强第一代EUV工艺后 首次确认3nm生产 目前的英特尔智强6颗扩展四伏器处理器产品 基于Intel 3制程技术制造 Intel 3工艺作为英特尔代工服务的一部分 对于这家陷入困境的公司来说 可能是一项关键能力 该公司一直在寻找投资者来帮助为扩建提供资金 去年6月 英特尔与资产管理公司Apollo 达成了一笔价值110亿美元的 Smart Capital战略交易协议 英特尔向Apollo旗下基金和附属公司 出售爱尔兰·莱克斯利普 Fib 34晶圆厂的49%股权 英特尔仍持有与Apollo合资的晶圆厂企业 51%股份 继续拥有Fib 34晶圆厂 及其资产的所有权和营运控制权 并将以成本和利润的形式 从合资企业购买至少指定数量的晶圆 随着Intel 3制程技术 被转移到爱尔兰Fib 34晶圆厂 也将有助于英特尔晶圆代工业务的开展 因为目前这将是欧洲范围内 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艺 目前Intel 4 Intel 3和Intel 18A 以及此前已建立的7奈米和16奈米 工艺正在提供给代工客户 英特尔还与联电 UMC合作开发12奈米 代工工艺 英特尔表示 他们预计在2025年开始大批量制造 Panthon Lake 他们的新客户产品系列 以及他们在Intel 18A上的第一款处理器 这些尖端制程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造 随后的Intel 14A工艺 Intel将向外部客户提供的第三款 基于EUV技术的制程工艺 目前正在积极开发中 每瓦效能和密度扩展 都由于Intel 18A 预计将于2026年推出 愿望虽然看起来很美好 但是英特尔在德国马德堡的晶圆厂和计划 在波兰的封装厂 仍处于搁置状态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